哈喽,大家好,今天继续带大家探索年度犯罪悬疑反转神剧窥探第七集的内容。 上回说到,巴石和药汉对上,巴石受伤住院,等他醒来时,因为嫌弃小鸟丑,面无表情地把小鸟咔嚓扔窗外了,难道他才是真正的孩儿是吗? 本集一开始,韩夫人从落梦中惊醒,发现他躺在医院,要不是员工来得及时,他就死在药汉手上了,他赶忙解释说这是自己弄的,药汉只是想阻止他而已。 此时的药汉正躺在地上,巴石也没比他强不到哪里去,两人被送往医院,事情很快就上了新闻,连环杀人魔药汉落网,巴石功不可没,但两人都伤得很重,情况不容乐观。 韩夫人在医院和伍智相约,他质问伍智为什么向可怜的药汉开枪,这话伍智就不爱听了,砸别人脑袋的药汉可怜,被砸到的巴石就不可怜吗? 韩夫人坐在地上,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个结果,药汉虽然落网,但汉国还没找到,这才是警方最头疼的问题。 武智找到了药汉烧东西的地方,铁桶里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房子里有汉国的血迹,警方立刻在周围搜索,与此同时,医院通报第一次手术结果,药汉和巴石的情况都不太好,得继续观察一段时间,这件事闹得很大,无数人走上街头,为巴石祈福,总统也受到牵连,支持率下降了40%, 这意味着总统必须要插手了,那边崔PD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有个荒废很久的房子,看上去像个手术室,角落里有很多录像带,崔PD手拿了一个,不久后,总统一书收到一封邮件,里面装的正式录像带,与此同时,心情不爽的凤衣准备搞点事,他来到药汉的病房,毫不犹豫的拔掉了氧气管,这还不够,还得拿枕头5,镜头一转,一场脑部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全国人民都为巴石祈福,希望他的手术顺利完成,巴石情况稳定,不过还要进行几次手术巩固一下,巴石的情况比较乐观,但药汉的情况就不乐观了,死在了病床上,此因是急性败血症休克,后来巴石又经过三次手术情况基本稳定,就看什么时候能醒了,为了让巴石早日清醒,凤衣还把鸟拿了过来,没想到这招来挺管用,巴石真的醒了,看了眼唧唧喳喳的小鸟, 然后咔嚓一下就弄死了,凤衣过来找鸟,巴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激动的扑到巴石怀里,可巴石好像不认识他了,又是失忆的老套路,不过总归是醒了,只要人没事就行,失去的记忆可以慢慢回恢复 小鸟把巴石带回家,巴石看见家里建议勇为的照片,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小鸟觉得挺有意思,说他从小到大都是个正直善良的孩子,肯定是好人 家里还有一张巴石的白天照,他很好奇妈妈在哪,小鸟告诉他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车祸去世了,巴石对此没有一点记忆 小鸟让他别着急,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想起来的,为了不让武智和空降兵接受内部调查 组长让他俩否认到底,闭口咬定是失误就行,但武智不配合啊,他说就是故意的,因为这样就能进监狱找韩旭俊了,可万万没想到,内部调查组还挺有人情味,只让他停职一年的就可以,武智极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崔PD了手术台,看样子是想堕胎,巴石准备搬家,东九准备继续考公务员,能考上的话就去当狱警,等起国醒了就一起工作 巴石去后院看看还有什么要收拾的,结果受到了刺激,脑海中出现要汗的身影,树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装卸工过来喊他走,他心里糊涂的上场,离开这个住了很久的地方 凤一就在一旁看着,心情有些低落,巴石曾送给凤一一条项链,让凤一成年后嫁给他,如今巴石失忆,凤一只能把这件事埋在心底 另一边,江德秀出狱,监狱门口来了一大帮人抗议,武智找了一圈没发现凤一,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武智警告江德秀,后半辈子安分点,他正愁找不到能杀的人呢 时间来到一年后,武智休息了一年准备复职,空降兵在派出所待了一年,准备回重案组,来接济他的是巴石,不过上面有指示,巴石还没恢复好,在大选即将开始 巴石又是国民最关注的人,所以就提前复职,让大家看到一个健康的巴石 巴石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休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巴石不是那种人,要干就好好干,不能让人说闲话,路上看到个抢劫的,巴石比空降兵追得还凶,好不容易抓住人了,却发现旁边有具尸体 可以前巴石会吐,但现在不一样了,巴石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另一边武智被调到政务保管室,起初他很不情愿,但老刑警就告诉他,这是特殊部门,是可以配枪,而且能接触到所有案件资料 武智和老刑警有共同的仇人,但老刑警还有妻子要照顾,所以仇就只能武智去报了 与此同时,巴石发现的案子被定性为抢劫杀人,虽然巴石有不同的看法 但他一个就是一个小巡警,没人听他的话,好在旁边有轮胎印和拖动尸体的痕迹,算是印证了他的话 相关证物被送到武智这里,武智一看,少了绳结和凶器 去专案组看了下,原来老同事正的向专家请教,打劫的方式比较特殊 是登山者经常用的木通结,凶器也是登山会用到的刀 专家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这还不是标准木通结 是经过改良的嫌疑人,锁定在死者身边的登山爱好者身上 武智把证据拿走,听说巴石已经复职 他立刻去找巴石叙旧,结果,俩人出现了命运般的相遇 上次巴石是为了救鸟,这次是为了捡垃圾 自曾相识的一幕,让巴石想起了关于武智的记忆 两人一见面就开始聊案子 巴石拿出现场照片,告诉他绳结这么绑的话 手的活动范围很大,而且很容易被解开 死者手腕上有挣扎的痕迹 他觉得这不是失误,是凶手为了享受被害人挣扎的过程 刀子从背后刺入受害人,这种伤只会痛不会死 同样说明了凶手是在享受过程 巴石推断这不是凶手第一次杀人 因为第一次会慌,不可能把现场整理得如此干净 武智有点意外,巴石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如果巴石判断的没错,那凶手就是精神变态 很快警方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现场的轮胎痕迹和他的车一样 他喜欢登山,也纠缠过被害人 而且被害人身上的体液也是他的 武智乐乐,还以为巴石做了个脑部手术 摇身一变他就变成神叹了 结果白激动异常 随后又出现一个案子 武智看了下送来的证物 手腕上有伤痕,但没有绳子之类的东西 武智去现场看了一下 还真没有,那伤痕是怎么来的呢 他突然注意到了晾衣上上面挂的是没洗过的衣服 很奇怪,把衣服拿下来一看 绳子上有血迹 把绳子拿下来打了个木铜结 有血迹的地方正是手腕处 武智这才醒悟 巴石的判断都是对的 他把巴石叫来一起分析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门牙碎了 额头流着血 镜子碎片上沾有血迹 像是用头砸过镜子 门锁完好无损 也没有逃跑的痕迹 应该是熟人作案 武智有点口渴 从冰箱里拿了盒牛奶 还特意看了下没有过期 巴石开始分析头砸镜子 也是在享受过程 可以通过镜子观看被害人痛苦的样子 有人给被害人做过心脏复苏 目前怀疑是丈夫 但巴石觉得是凶手做的 因为要救了再杀 这样才能尽情的享受 像是在做实验一样 寻找更刺激的方式 巴石说的神乎其神 武智都听愣啊 这么变态的凶手 武智怎能放过 他邀请巴石一破案 而两人的谈话都被催 PT听到了 他刚刚就躲在现场 武智一回家就拉肚子 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他整理证务时好像见过木同杰 他去找了一下 竟然是人头猎人的案子 被害人还是老刑警的一儿一女 当年都被韩旭骏抓走 后来儿子的尸体在路边被发现 女儿的尸体是五年后 在一个施工现场发现的 当时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 用的就是木同杰 武智找了专家过来 两个木同杰看似一样 但证务时那个手艺略显生疏 像是小孩子系的 崔PD来到证务室 里面没人 他刚把木同杰拿出来 就听到有人在说话 原来武智和八十在里面分析案情 那个木同杰韩旭骏用过 但他一直在监狱 不可能出来作案 那要么是韩旭骏跟别人学的 要么是别人跟韩旭骏学到 他们想要直接去问韩旭骏 可他拒绝探视 理由是不想见杀害儿子的人 但他要见八十 他看到八十替要汉向他道歉 两人曾有过一面之缘 但八十却不记得了 八十问韩旭骏得木同杰是跟谁学的 他说没学过是他自创的 也没有教过任何人 韩旭骏非常配合 说自己没绑过没学过也没教过 看八十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韩旭骏拿出一只小老鼠 小老鼠头上有个伤疤 耳朵上有个洞 零碎的记忆在脑海中浮现 八十突然头疼欲裂 突然出现的记忆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才是在熏吗 本集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警方好不容易刚刚结束了一个连环杀人案 这不紧接着就又来一个 看样子凶手想要将连环贯彻实施到底了 这次出现的木同杰 人头猎人韩旭骏之前用过 但他明确表示和自己无关 那么这次出现的凶手 很可能就是当年杀了老刑警女儿的人 专家说当年的木同杰像是小孩子系的 难道他也是个自小就是个精神变态的人吗 那这个人会是八十吗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下期见